林丹是世界羽毛球的不是之才 林丹之后 陈龙、陶田贤斗、安赛龙 都曾经有一点能够接班林丹的影子 但现在看来最终都没能兑现 安赛龙本届市锦赛第一轮输球 还不是让我们最奇怪的 最令人奇怪的是 是他的第二局 第三局的比分是9比21、6比21 是谁能把今年七进决赛连拿包括奥运冠军的 七个冠军的安赛龙打成这样 是洛建佑 洛建佑对不可一世的安赛龙都能这样取胜 对其他队员当然不在话下 32强战 他21-4 21比8获胜 这时可以说对手不强 16强战 他21-4 21比7获胜 这时可以说对手名气不大 8强战 他21-14 21比12获胜 这时真的不好说什么了 他是一人独一荡的存在 他的比赛 进攻犀利 线路随心所欲 防守360度 无死角 跑动如有凌波 微不轻功 快如闪电 出而远视 往来稀呼 看他打球 一个令人十分惊讶的地方在于 他总在先于球抵达 然后再等球飞到 这样的身法 其他羽毛球运动员都没有做到 成龙和安赛龙打得从容 但他们屏住的是身高必长 而其他羽毛球运动员 都是奔跑在羽球赛跑的路上 由于他总是先于球抵达 从而让他的每次击球游刃有余 他又选择任何一条线路的自由 他又选择任何力度的自由 让对手无法预判 必须防守每个位置 然后他轻巧地出手 把球推向对手最难受的位置 像是林狐冲的独孤九剑 砖刺对手的破绽 又如刨丁解牛 何于桑林之舞 乃中金手之会 比赛像在舞蹈 这是一个既会林波微步 又会独孤九剑的高手 这也是他为什么没场比赛 都是以笼罩式的比分获胜的原因 我们看到他在比赛中不断地在提醒自己 内容只能是不要太兴奋 不要太用力 没必要跑这么快 不需要赢太多 注意别受伤 说实话 看羽毛球比赛这么多年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天才 当然 洛剑又离他取得林丹市的成就 还早 他在通往林丹的路上 还有三只蓝路虎 一是他的状态 他的打法 较大的依赖好状态 他不可能永远保持这么好的状态 目前还不知道他在状态一般时 能否获胜 二是伤病 他的这种打法 或许容易导致伤病 三是年龄 因为他是在羽毛球不发达的新加坡 也蛮生长出来的 他耽误了时间 今年已经24岁 想取得林丹市的成就 需要足够长的运动寿命 无论怎么说 因为他的出现 羽毛球比赛更好看了